六十一 大德者多于公诸弃措 怀思者常于强词夺理 应沾何来 强夺之理则非为理 故以非理而盖其思 一个具有崇高伦理道德的大善知识 往往敢于当众承认 并纠正自己的缺点 随时随地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 而心怀思欲的小人 则常常搬弄是非 强词夺理 千方百计诋毁他人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强夺的这些道理 实际上并不是道理 而是为了拿这些 不是道理的东西 盖毙他自私贪欲的内心境界 就算 disaster宝贝 delicHyper